指揮中心公布已接种高端疫苗 且有紧急出国需求者 可接种AZ BNT或莫德纳 但不少打高端的民众一片哀嚎 说前两季不就白打了吗 会选择等待高端在其他的国家 完成了三期试验 那我们也期待这一个试验可以顺利 取得国际认证 到时候我一样是可以出国的 打过两季高端的立委蔡亦渝不担心 但他的同事高嘉瑜 十月底才秀出小黄卡 成为高端完全体 十三号脸书又po文 要高端同伴看过来 大赞搭二补二 四季成就最快解锁 保护力最完整 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但看看编辑记录 原本高嘉瑜还说这是赚到了 迎来留言批评 这是什么神理论 立委应该去质询 为什么让那两季变成白打 但也有人认为高嘉瑜是高极酸 太狠了没人这样补刀的 高端疫苗在保护力 绝对是经由卫福部 整个程序核定 而核准的一定是可以保护 我们台湾人民的健康 国产疫苗高端 它的数据表现 不输给其他大厂牌的疫苗 我打了两季 我非常有信心 立委集体卷秀后挺高端挺到底 但也不好对高嘉瑜文章做评论 但高嘉瑜的言论 看起来确实有点讽刺 意外在网路上掀起政治风波 TVBS新闻程序离听台北参访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